大家好 刚吃饱没有什么精神 大家好 我是政治大学民主创新女志愉中心的副主任 我叫罗凯琳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公民该怎么参与 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大家的slido的回应 我想这个题目可能都刺众很多人心头的痛 所以我希望今天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血泪史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过程中打在slido上 那后续我会再回应大家 那在我开始讲之前呢 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那政治大学民主创新女志愉中心 是一个很年轻的组织 我们成立了两年 就是Center for Democratic Innovation Governance 那我想全台湾有非常多这种什么什么中心 什么什么民主创新非常多 所以我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我们中心的成员 然后这边有我们中心的粉砖 如果大家等一下觉得我讲很无聊 可以先扫进去刷一下粉砖 好帮我按赞 那这些是我们中心的成员 我想因为在座很多都是我们的公务机关的同仁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老师跟教授 可能大家都有上过他们的课 所以中心的成员呢 基本上是以 目前是以政治大学公刑系的老师为主体 那当然我们也陆续在邀请不同的老师参与 像是台史博的前馆长林崇熙老师 他主要是在处理社会议题或科技议题 怎么样反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 怎么在博物馆系统去呈现 所以我们所做的民主创新不是只是在政策上 或是一般的治理系统里面 我们也希望跟不同的各界的人士来做不同的合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公民参与大家常听到 那这样子以公共行政系为base的一个组成团队呢 他在做公民参与的时候呢 他的思考会跟其他团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中心成立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推动公民参与在体制内外的扩展 让公共政策更能回应社会的需求 到这边先不要骂我 不要再撒一头骂我 我要解释 因为这一句话大家看想说 很多人都这样讲啊 要推动公民参与啊 要让公共政策回应社会的需求 好 到底怎么做 那目前我们中心在落实这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 分三个大的面向来做 主要就是因为学校 人就是以学者为主体 所以公民参与跟审议民主的论述呢 是中心的一个基底 那除了研究论述以外呢 我们也希望把这一些在台湾做公民参与的经验 跟国际做一些结合 所以包含我们过去在处理空污的议题 在处理移工参与室预算的议题等等 我们都在国际上跟不同的学界 实务界 政府界做很好的搭接 所以台湾做公民参与在国外 其实是有一定的名声 尤其是开放政府的团队 在国外更是有非常享誉国际 那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呢 我们中心也推动实务 公民参与到底应该怎么做 所以跟不同的行政机关做一些合作跟协作 希望共同来推动台湾的民主升华 那其实在做研究跟实务的时候 我们发现公民参与要推动 或是说民主要升华很重要的一块 是一个洗脑的过程 那我们洗脑的对象 除了一般的大专院校 甚至国中高中 像我们上礼拜做的高职 除了不同的教育系统里面的 培力课程以外呢 最重要的一块其实我们都是跟不同的公务机关的行政员 做民主参与的一个课程跟合作 换句话说我们在研究实务跟教育上面呢 共同来推动公民参与发展的不同可能性 那目前我们中心在做的议题呢 主要以环境治理跟科技政策为主体 所以我刚刚像我提到的空屋或是六清或是核废料 我等一下要讲的案例 通常都会围绕在这个 那在这样子高度专业跟困难处理的议题里面 它到底怎么样去推动民众意见的收集 就是中心在处理的重要目标 好 那刚刚那是我们中心简单的一个工商广告 我现在开始讲正题 刚刚我原本我跟OCEF的讨论的题目是 公民参与 公民该如何参与 但是呢 我后来把题目改了 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现场是公务机关的同仁 所以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大家可能更有感的题目 到底该怎么样去参与公民参与 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公民参与 那讲到公民参与这一个概念的时候 对公务机关来讲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公民参与的KPI 到底怎样叫做成功 怎样叫做不成功 到底我怎么办才不会 才是大家觉得好不会被骂 那老实说我的演讲过程里面 并不会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 而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路走来一直被骂 怎么样到现在开始 跟民间或是跟政府有一些基本的信任 然后愿意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的议题 好 所以我今天大概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分两块讲 一个就是到底什么 什么是公民参与 从CDIG的角度怎么理解公民参与这件事情 以及我们该怎么样去操作 或是思考公民参与的成效 好 那在我开始讲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看有没有志愿者 公民参与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有没有人要回答 没有 好没关系我继续说 或是你想回答麻烦你写在slide 你觉得什么叫公民参与 那因为我们中心一直在做这个 所以经过我们的一个 不符合严格统计标准的调查 公民参与对不同人来讲有不同的意义 对学者来说 不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行政等等 学者在讨论公民参与的时候会有这些看起来好像很漂亮的turn 集体主义 平等参与 知情 资讯透明 共识结论 决策权金等 这个拿来做研究跟分析还有写政府报告用的 那 对一般人来说呢 什么叫公民参与 就是 我可以讲自己的想法蛮好的 有一个场域让我来讲 有时候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吃 说不定有时候还有小礼券可以拿 但是我讲完之后要做什么 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那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 就是一群好像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坐那边做讨论 然后就没了 那 我们也遇过公民跟我们说 公民参与很累 要花很多时间 我要读很多资料 不是来这里随便讲一讲 那对行政同仁来说呢 这是我们搜集的一些资料 大家会说 长官叫我做的 或是说 公民要来疯狂许愿的 这个要改这个要改这个要改 我可能是环保署问的一个问题 就他许的愿包含交通部经济部 教育部等等 可是他可能就是没讲到环保署的权责 也有人说 是一群报名的汇集 只要到公民参与就开始很恐怖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应 那 当然也有行政人会觉得说 其实公民有时候会提出一些蛮不错的意见 可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 最困难的就是 我怎么样把这些意见 回到行政系统里面 放到公共政策里面去推动 这个是我们搜集到的 不同方 对于公民参与的一个想法 那对CDIG来讲 对我们中心来讲 我们把公民参与看作是一种结合代议民主 跟审议民主的落实方案 换句话说 在现在坊间长人在讲 公民参与等于审议民主 或是这两个词混用 在学理上或是实务上 这个概念都是被误用 公民参与里面 夹杂的非常多代议民主 或是跟现在代议政府相关的一些设计跟概念 所以它不是全然的审议民主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 我们看待公民参与呢 它是一套可以用来收集意见 跟协助议题推进的工具 也就是说公民参与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工具 它不是一个目的 我不是为了要做公民参与而做公民参与 简单来讲 如果我今天要收集一个政策的意见 例如说我刚看到有同学写 我希望可以在公共场合 或是外面的开放空间抽烟 不要有那么多的限制 这件事情我要来讨论的时候 如果我有很多方法 例如说我可以用民调 可以用名嘴上节目 或是可以用抗议 各种不同方法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用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只是我收集意见的一套工具 作为一个在推动公民参与的团队 我们很清楚的认知到 公民参与它应该被放在什么地方 以及它该有的限制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来推动 参与跟意见收集的机制 到这边有问题吗 那我要继续讲 那刚刚我解释完了 从我们中心的角度 怎么看待这个议题之后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 大家的心头痛 怎么样做公民参与的KPI KPI 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 我们累积血泪以来的一个经验 不是一个学历或是一套准则 所以我是把我们中心的know how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讲KPI的时候 分两类 一类叫做前台的KPI 一类叫做后台的KPI 什么叫前台KPI 什么叫后台KPI 说白一点就是做公民参与的时候 一定要控的两个重点 一个是参与的目的 一个是参与的产出 这个大家已经比较知道 所谓前台KPI就是 open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到 符合契约规定 假方以方知道 我要用这个来检查的 前台的KPI 然后让我们的TA 就是target audience 我们的参与者 会理解跟满意 的这个东西 这个产出 我们叫做前台的KPI 那通常我们现在 一定会做到的是 一 二的话见仁见智 有时候也不是 各位同仁可以控制的 那这个是我们中心在思考 我要做公民参与之后 基本我在长出来的东西 一定要符合的两项要件 怎么叫后台的KPI呢 好 大概有这几个 这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去那个 我等一下会讲我自己的案例 你去上那个GRB系统 或是现在政府采购网 随便打开来一看 再讲公民参与 要开放公民参与的某一个project 它一定会写非常多 希望透过公民参与 广大收集大家的意见 最后达成一个 政策推动的共识或是方向 这个东西有写跟没写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讲KPI的 在讲公民参与的时候 对于我们作为在推动公民参与的人 他公民参与是有分层次的 他的目的是有分层次的 一开始或是最基本的 可能只是政策宣导 接着我们可能是希望建立我们跟TA之间的网络 作为未来信任 共同一起推动某一些东西的基础 或者是我在做议题的知识教育 我是要去告诉他某一些正确的知识方向 那有时候呢 我是要传播某一些资讯 或者是我是要希望公民可以提出意见 我想要听看看他们对这个政策 或这个议题要推动 他的问题是什么 再来是相互理解 或者是实质沟通 最后一个 哇不见了 最后一个是达成共识 他不见了也没关系啊 因为通常不会做到这个 好 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在推动者的时候 我心里有的不同公民参与 会达到的层次 好 那这些东西呢 对我们来讲 我们跟委托方在讨论这个东西的同时 其实他心里也要有这个答案 换句话说 你作为一个把案子包给 包给不论是厂商 或是外面委托团队的一个委托者 你包给你被委托者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要很清楚 你要的到底是哪一个 你要的到底是哪一个 达成共识那个先放着啦 通常不会做到那一个 那如果你要的其实只是 大家先告诉我大家的疑问是什么 那你的设计里面有做到这一个 就很棒了 好 就很棒了 那有时候其实没有 因为有时候大家根本 我要讲的这个议题太难了 大家根本就还没理解议题 他根本没有办法提出问题 因为他提出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懂 那这种不叫政策意见 这种还在知情的阶段 还在inform的阶段 所以呢 我们每次在进行公民参与 不论是大的或小的 都会把这个先拿出来做检视 通常是这边先借出来 然后回去好好思考 到底你要哪一些 那有时候是先有了这个 再来框架具体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在做公民参与 一个基本的框架图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也必须被考虑在内 例如说你的参与者的特质是什么 你今天要来参与的人 是一群一职性强的 还是同职性强 例如说我去跟全部 我在跟大学生做 大学生的同职性是比较高 跟我做一群国中高中大学 混在一起的学生 我跟他们谈一题的方式就不一样 那我去一般 我们所谓找一般的公民 外面的大哥大姐 或是各位的爸爸妈妈 我跟他谈 到底要不要开放外面抽烟 跟我跟学生谈 要不要开放抽烟 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一职性跟同职性 年龄层教育程度等等 这些都必须在 做公民参与机制设计的时候 就一并被放进去 那这个的考量 它会扣连到你的KPI怎么设计 你不要随便写一个什么 例如说我要一个 1000人的公民参与机制 然后你的TA都没有想清楚 1000人可能是 例如说500个学生 跟500个老师 他的操作 跟1000个老师一起来操作 那状态就不一样 还有这个对行政 我们行政部门来讲是最重要 就是你的期程跟预算 有时候我们因为被压迫 例如说 不是压迫 被要求 对我们有些期待 你要在三个月内 把我收集完这些 我想要的资讯 那你只有三个月 那你又预算可能只有 例如说100万 那你要收集全台湾的积极公民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那之后大家凑人头 这样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的框线下 我就要想说 那我三个月100万 我可以达到哪一些 我可以达到哪一个目的 然后至少我可以部分 回应长官的需求 那最后一个我个人觉得蛮重要 可是也是最不可控的 就是政治环境 外部外面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其实会很影响 大家在推动公民参与的那个成果 好 大概是 通常我们在思考公民参与的时候 CDIG是这样在思考 好 那听到这边好像 差不多啦 大家都是讲这样 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 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血泪史 好 这个是我们中心 目前在执行一个 蛮大的案子 叫做 合肺社会沟通规划案 好 这个案子呢 他是 行政院非和家人小组委托 那我们的对口是 经济部跟台电 好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 合肺料很难处理嘛 那台电又一直被骂 因为形象不好 所以他就希望委托第三方团队 来做 合肺的社会沟通 听起来好像还蛮合理的 可是坐下去就会发现很不合理哦 好 这个是我们计划KPI 好 这个网路上都可以查到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对不对 我帮大家简单归纳出这些 好 要找十个国家怎么做合肺的社会沟通 然后呢研究 相关的研究 在台湾在国外怎么研究 合肺料的沟通 实体的座要做焦点团体 八场 每一场就少五个人 厉害关系人的盘点 公共对话一百人 网路跟民调各两次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做 KPI在这里啊 那我现在要做公民参与啊 怎么做 有各种不同的做法哦 第一种 网路渔情 我先做渔情 再盘点厉害关系人 然后国家的案例 还有相关的研究 最后再来做一百人的对话 然后焦点团体摆在最后 换句话说 在这一个流程里面 公民参与被放在哪里 我可以画这个吗 我可以好 在整个政策 他要讨论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公民参与被放在这里 跟这里 那他意见收敛的方式是 是这样 他开在这里 一百人嘛 最多的 我们用scale来看 他的蛋黄区长在最后面 换句话说 这个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我真的按到了对不起 他的设计理念是 我前面先做普遍的调查 第一次就收集意见 接下来我先回来盘点一下 然后我开一个大的参与 最后收回来再 焦点团体 所以他的广收意见会分两块 一块在这里 一块在这里 虽然是打开收起来 打开收起来 这是一种公民参与的设计方法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跟刚刚那个不一样 他先做公民参与大的 scale开在这里 然后 这种做法通常就是这样 先看看我们台湾的民众怎么说 有线下的有线上的 开完之后来我们看看 其他国家怎么做 最后把台湾的资料 跟国外的资料 合起来 成到焦点团体 让不同的人来做比较 这是第二种 那他是怎么开的 跟这个又不一样了 他是开在前面 这样开的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呢 第三种不一样 一样开在中间段 收回去 专家做说明 或是选出几个方案之后 撒下去问民众 因为这个范围是最大的 只要涉及到线上线下的调查 都是范围最大 所以他是先打开 然后收敛再打开 跟刚刚那两个图又不一样 同样都是这些KPI 我可以变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那要用哪一个 就是回到我刚刚那个图 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跟委托方去做一些讨论 这个是CDIG在操作公民参与的时候 各种不同的变形 所以一旦我们确定接了某一个案子 他所要求的KPI 我们会拿出来 跟委托方做一些讨论 我给你这几个方案 那你告诉我 你需要的是哪一种类型 因为我知道 因为平常大家可能有非常多的工作 公民参与的案例 可能是你所有处理project其中一个 有时候大家被push的 要去做这东西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 到底他要做公民参与的目的是什么 那作为一方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是 我不只是去对民众沟通 我也要在政府机关里面去做沟通 让大家知道说 你先告诉我 你想要的是哪一种 那每一种方法 收出来的意见 可能都会长不一样 那这个就会扣连到 我刚刚讲 你的期程预算 或是你的目的 甚至是你的对象 来设计不一样的 然后选择一个 我们双方都觉得可以的 我们才往下推 那我刚刚讲了 至少三种嘛 有长在中间像钻石的 有收这样子的 有收回来又出去的 那后来我们这个案子长怎么样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报告之前我要先说一下 前行提到这个案子在干嘛 我刚刚说要做合肥社会沟通 那这是所有合肥料的争议点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 看起来超复杂 没关系 反正就是低阶的合肥料 有这些问题 高阶的合肥料有这些问题 因为这两个处理不完 政府现在要推了第三个 应变方案 这三个问题 这么多 那我到底要沟通哪一个 我们的委托方说 全部都要沟通 这些全部都要沟通 所以我们怎么做 我们先把问题到底有哪些盘点出来 盘点问题不是指盘点政策问题 通常我们在台湾在处理政策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问题通常不是卡在政策本身 是政策外面的政治环境 所以我们发现 尤其是合肥料这个议题 它本身很专业很复杂 那这里面的这些利害关系 基本上已经闹翻了 没办法沟通了 那大家的资讯都很不足 而且会狭隘的去解读它 例如说合肥料放哪里 大家想到就是说 看你拿多少钱来谈 合肥料的处理等于回馈金 通常会被这样子处理 所以你要直接进去处理 我刚刚给大家看了这个 的其中一条 是不可能的 那在我们案子的期程里面 要去解决某一条 我们觉得也是不可能的 这在一开始我们就跟委托方说了 那我们能做的是 公民参与作为一种工具 先去缓解这个冲突 所以我们的沟通目标有这些 一开始已经是要厘清嘛 然后资讯揭露嘛 了解民众意见 然后建立社会信任 那怎么做呢 从公共政策跟 公民参与的专业来说 我们这样子猜 我们把公民参与分两大块 一块是离害关系 一块是公共对话 这个都是对应到KPI去设计的 这个就是蛋黄区 蛋黄区包含有媒体话语权的 很会吵的 常常在街上抗议的 还有那些没有声音的 以及决策者 这些通通在里面 那另外一块就是公共对话 就是蛋白区 所以我们在讲那个术语 就是蛋黄跟蛋白 至少分蛋黄跟蛋白的沟通 蛋黄跟蛋白的沟通的意义 跟他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让这两个东西 可以顺利的运作 我还没说成效 光顺利运作 你一定要有一些配套措施的配合 包含了完整的资讯的收集 还有余情的掌握 还有最后要把这些资讯公开 那怎么做呢 在两年的计划里面 我们是这样做的 先做蛋黄 再做蛋白 那在做蛋黄跟蛋白的沟通过之前 我们先做了很多的功课 然后最后把这些意见都收集了 再回到政府那边 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余情也是分两块来做 一块是线上的余情掌握跟分析 一块是线下的电话民调跟手机民调 那你说这个跟刚刚讲的是很不一样 刚刚那个是开出去 然后稍微这样子开 然后一个是钻石 一个是开又收又开又收嘛 那这边呢 这边是前面是收起来的 到这里整个打开 是一这样子的三角形 这个模式跟我刚刚前面讲的 那三个就都不一样 可是它也是一种 那这个就会看 到底你要什么目的来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现在做 那你看现在时间是2020年的10月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蛋白区了的调查 这边已经做完了 那所以我今天在这边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鞋类 比较是我们前面在做公民沟通的一些 经验跟分享 那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想象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说这个冲突很大嘛 所以我们做蛋黄区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用实体的 然后呢 我是锁定小同温层 换句话说 我先把蛋黄区的各个不同的类别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做同温层的对焦 你说同温层有什么好对焦 有同温层自己想的都不一样 他们根本就不是同温层 同温层做完了之后呢 才做实体的溢温层的处理 就是我们现在在处理的东西 好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资讯公开 我们一直把这些资料做一些 汇整跟释出 那希望可以在 这一个蛋白区的一温层做完之后 大型的公共对话做完之后 再回来做线上参与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议题 它可以一直持续的被讨论跟滚动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机制设计的部分 那在实际操作怎么样 我现在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做利害观信言的时候 原本尾幫给我们的只有这几个啦 就是他要行政机关的意见 然后学者专家一定会有的嘛 民间团体就是永和凡和团体嘛 然后还有地方意见 你可以去查标案 差不多就长这样 那这四个项目被我们最后 identify出来的蛋黄区 至少有这13个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还在滚动 对我们团队来讲 我不是那一个前面做完就没了 如果我们面对的TA 有持续提出他想要讨论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继续做 那我刚刚有说嘛 我们是8场 每场5个人嘛 那至少我们现在就办了14场还是6场 有时候同一个类别可能还办很多场 那这边我们 Clarify出来的大概有几个类型啦 第一个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学者专家嘛 然后永和反合的团体嘛 那再来就是地方核电厂周边 还有候选长置 然后地方政府 台湾在谈核废料的时候 常常都会锁定在中央层级 但其实地方政府 他掌握非常强的Veto Power 我们要像我们要公投 要不要放那里 或是说有一些相关的核设施要通过 放核废料的东西要通过 其实都要过地方政府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过去没有被Clarify出来的人 我没把他找出来 例如说 其实在地方政府里面都有监督委员会 这些委员被Assume 他是要连接政府跟民间的资讯 但是功能就是 功效就是 两个委员会各自有不同 那另外一块是青年跟原住民 那我想对 我们团队来讲 最特别是有台电公司 换句话说 我们去沟通或做参与的时候 就像我的标题讲 不是只有公民该参与 政府也该参与 那我们从 被骂最凶的台电开始做 那怎么做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些公民参与的时候呢 做参与嘛 要讨论嘛 可是讨论这件事是我们整个 做審议的最末端 我前面都先做很多的功课 包含去拜访 那拜访的人会有这些 有地方投人 有政治代表 有行政机关 甚至有地方很重要的团体 社区大学 环境组织 电厂等等 都在我们的办法 换句话说 我要办一个活动之前 基本上那个地方的生态 对这个议题的想法 主要关系人的意见 我们都掌握了 我才下去做参与 那当然每一个案子的 期程预算 还有它的状况不一样 那合肥来 因为它非常的争议 而且是零币 所以我们才这样子做 那接下来我讲几个案例 给大家听 像这个偏合场就是 基本上来的都是 永和或是合工体系的专家 你看每个脸都很臭 其实不是 他们是很认真在听我们讲 我刚刚看了那13个 每一场我操作的 参与的目的都不一样 这一场我的重点是什么 我是要做议题知识教育 跟希望他们提出意见 还有形成共识 那你会说 他是合工专家 什么议题知识教育 是他教育我还我教育他 不对哦 你们是行政机关的同仁 公共政策也是一个专业 这些专家懂技术 可是他可能不懂 什么是公共政策 他的想象就是技术面的 所以他在思考核电 或核废的处理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技术没问题 技术是安全的 问题是政治 所以我们在告诉他 是政治 所以这是议题的知识教育 然后希望汇整他们的意见 然后形成共识 但因为他们都是技术底的专家 所以他在讲这个 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主要是他有个场域 让他对焦 好 像这个就是他们在讲核废料放去哪里 他现场讲 那我们就做文波 文波完了之后 就把图画出来 那讲的时候都会乱七八糟 然后说我怎样怎样 其实他们的 这个是政府的方案 希望另外找一个地方放核废料 现在的像核工专家 他们都比较不建议这个 因为他从技术本位来思考 或是从预算来思考 都觉得说 你另外找一个地方 最后还不是要找一个 final disposal 所以他就说不要这样子 我们就现在放在原本的地方 放在电厂里面 蓝宇里面 等到最后找到地方 再搬过去就好了 那有的人就会说 他觉得蓝宇 因为它是一个政治承诺的issue 所以我们应该先 把蓝宇的处理好 再放回来 那这个图都是我们现场 依据他们讨论的东西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秀出来 所以我在会议结论的时候 让大家确认 它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原始的版本 这边都有名字 现在我把它拿掉 好 那第三个是 好 第三个是和珊 前面讲的都是在中央 然后到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要谈合飞要放哪里 他觉得干他什么事 他根本就 他就搬走就对了 所以你跟地方谈的时候 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告诉他现在发生什么事 外面怎么在谈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和珊 刚好要除疫 就是在推除疫这件事情 可是地方根本没有在吵除疫 地方在吵什么 我办这场的时候 刚好是立法委员跟总统的大选 所以地方在逃 要投给韩国瑜还是蔡英文 这会有关 投给韩国瑜 他们觉得会演绎 投给蔡英文 他觉得会除疫 这是绑在一起的 他们是这样看的 那可是以法规来讲 他就是要除疫了 跟谁选上没有关系 那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告诉他 还有回馈金 大家都很必谈这个 我们就把机制整理出来 告诉他 他的concent点是什么 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在内部做的时候的一些讨论 这是治理图 内部的行政人员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彼此之间的资金人事 或是一些权责的 一些盘根错节的关系 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个分享 因为时间关系不好意思 没办法很细致跟大家讨论 那我要讲的重点有几个 大家等一下可以帮我扫一下QR Code 我也在把连结给OCF 请大家帮我填一下问卷 对于这样子的分享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看法 那我最后要讲一讲 就是我们在座公民参与这么久 我也想要跟行政机关同仁分享的话 第一个就是审议民主 它是一个技术跟手段 不是一个无上限的指标 不是一定政治正确的 第二个就是审议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有时候还会制造很多的麻烦 那再来就是公民很忙 我们要找人家来讨论的时候 请你先想清楚你叫他来干嘛 你不要没要干嘛 只要凑人头那你就不要叫他 你花500块请演员来就好了 再来就是没有所谓的中立理性客观 有时候冲突是必要的 在现场他可能会骂你 但是如果你打开 接受他这样子说 下一次你再找他来他就会来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要叫民众参与 麻烦自己先参与 大家就会骂我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行事是一定要走的 公民参与一定要做 不然会被骂 那既然要做 不如一起想看看怎么做 回到刚刚最前面那一个目标到产出的那个表 有很多的层次 反正你都要做你很不爽 那你不如想说你要达到哪一个目的 例如说你想要让他们知道一些基础的知识 不要每次乱骂我 那你就在你要讨论的里面 放入一些基础的知识 这样子就不是只是做行事嘛 还是有达到一些目的的 这个是我简单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知道公民参与很辛苦 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一起做一点点的 其实一点点的改变 民众心里是会有感觉了 未来就是会慢慢慢慢变得更好 好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个分享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公民参与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到底这些东西要怎么做 大家比较不会负担那么大 好谢谢 简短回讲一下 就是刚刚在slido好像有说到说 刚刚讲是说公民参与三个月一百万 根本不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月十万要做完 一个月十万 就是说只有十万块的quota要做公民参与是不是 对 好 这是情绪抒发 好 是哪一个政府机关可以传讯息偷偷跟我讲 好还有吗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就有 那就是有问说简报会提供吗 那会之后会上传再寄给大家 好 我刚刚讲的蛮多事 因为是我们现在ungoing的案子 那我很谢谢台电公司跟经济部 愿意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 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还是要调整掉 我会再把这个资讯公开 好吗 换句话说 不是问民众为什么要 而是你要先想 你要吸引的是哪一些民众 你要先把你的TA画出来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图 这样 你才有办法去 你不能你根本没有想清楚你要找谁来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一定会来 大家很忙耶 要逛街吃饭聊天 不可能你说来就来 所以我是锁定群体的 像我在北海岸做的时候 我是找社大一些退休的大哥大姐 他无聊也是无聊 就来这边跟我讨论嘛 他们重要是这样 可是我到博物馆的时候 可能是我找亲子 就是妈妈带着小孩 他关心他小孩下一代 我找的是这个 那我到科教馆的时候是找学校教授 所以我是有锁定每一个都不一样 那每一次每一个的公民参与 我都会把那张表拿出来再检视一遍 再兑回去 好 以上是我简单的回答 好 那再次谢谢大家 那如果大家 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后续再继续跟OCA反应 然后我们都会持续的回应 好 好 感谢